像我 我就從來不排隊 對 就是要嘛我就是 認識這位老闆 撥個電話問一下 然後其他時間去買 要嘛我就寧願不吃 就我們沒有那個耐心等 就是這是實事求是 我們不會說我們就不插隊 我們也願意等 沒有這麼假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今天是要為了工作 我課程後賣 但是我想要更多的能見度 我要怎麼插隊 可能是透過宣傳 可能是透過幫助別人 讓別人看到 他對我有需求 這種方式插隊 那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靠實力說話 所以大家就是知道 自己的能力和特質在哪 白玉老師 哪些星座的人 容易發生插隊的行為 對 發生插隊 畢竟說我們今天是排名 所以我也不想給大家貼標籤 所以我們這個題目放大一點 發生插隊的行為 我們要回溯源頭 是生活裡面去插隊排隊 還是我們比如說有競爭關係 有什麼職場倫理要插隊 或者你要競爭 這種插隊 它是兩個 一個是觀念問題 一個是生活問題 那大家參考一下 太陽上升和火星 來 第三名 射手 這麼愛 剛誇阿姨的 排老師 我從來不會插隊的 是 然後 雅蘭姐火星也在射手 你也沒說 你就不要再聽說了 凱姨姐射手 所以大家就覺得說 其實兩位不會插隊 所以我們看看這種思維 是什麼思維 如果是生活裡面就覺得 這小生活等一點時間 只要我時間來得及 可以排隊 如果我時間來不及 我就不排隊 我就放棄了 對 我就放棄了 而不是說我要去插隊 對 我們會放棄 但是 但是今天比如說 我要為我的員工的利益 我要為我自己產業的利益 那我可以 可以要想個辦法插隊 這個插隊是用我的能力 還是讓大家一起賺錢 用錢的能力 還是用人脈的能力 喚起大家的覺知 前面是流行樂 但是我們自己的這種民族樂 是不是要被喚起 大家都是在生活要躺平 我們是不是要教大家運動 喚起 這種思維能力就非常的靈活 所以大家把特質 用在好的地方 就會有好的表現 好 我們來看第二名 牡羊 什麼是火箱 牡羊 宣慈太陽牡羊 跟我一樣 效力優先 考驗耐心 就是這個就 像我我就從來不排隊 對 就是要嘛我就是 認識這位老闆 撥個電話問一下 然後其他時間去買 要嘛我就寧願不吃 就我們沒有那個耐心等 就是這是實事求是 我們不會說 我們就不插隊 我們也願意等 沒有這麼假 但是反過來說 如果我們今天是要為了工作 我課程後賣 但是我想要更多的能見度 我要怎麼插隊 可能是透過宣傳 可能是透過幫助別人 讓別人看到 他對我有需求 這種方式插隊 那是沒有問題的 我們靠實力說話 所以大家就是知道 自己的能力和特質在哪 我們來看第一名 雙子看一下 雙子在生活 和平常的工作裡面 都容易發生插隊的狀況 只是它不會讓你覺得不悅 盡量不會讓你覺得不悅 比如說就像之前賭零公司 這裡沒有人 咻 就進去了 有一種那種 碾魚的狀態 它是有 但是這種就是 如果今天是大家 一個... 什麼... 一百公分 一百公分這樣子去排隊 它絕對不會插隊 比如說在醫院 但如果今天是搭捷運 我今天趕著回家要煮飯 還是怎麼樣 如果看起來沒有什麼大礙 沒有把別人推倒 也沒有老人家怎麼樣 它就會像你一樣 咻 就進去了 這種叫做便利 就是大家也不用特別 把生活看得那麼嚴謹 反而是在生活裡面 找到自己生存的方式 人就是活著 就是為了自己變好 我自己變好 才能讓旁邊的人變好 所以大家遇到這樣的題目 回歸源頭 要看一下我有什麼樣的特質 怎麼樣利用 可以讓大家皆大歡喜 謝謝 我們看看這一則重點 阿嬤千孫超商結帳插隊 有一個男生嗆說 這不好聽 人家虎話都知道要排隊上 年輕人 這講話也不要這樣 但是我們這邊問一下怡里 說你人美心善又小巧玲瓏 經常被阿姨阿巴桑插隊是不是 可能是我身高太矮了 所以大家看不到 我都插到前面去 沒有啦 其實這個事情 是發生在我在國外 就是說在國外 那個國家本來 可能民族性質比較飽悍一點 然後我跟我同事兩個人 就是在百貨公司裡面 買了很多的伴手禮 那你知道一買下來 大家就提了兩大袋 在百貨公司 然後我們就想說 我們等一下要去吃飯 就先把這兩大袋 既放在百貨公司 是不是會有那種既放櫃 對不對 然後我們就那邊就看 我們就走到那個既放櫃 我們就在那邊排隊 那我記得我跟我同事 是排在第三順位 然後因為它那個既放櫃 其實數量有限 然後我們就在那邊看一下 想說 好像還有剩三個 還是四個這樣 好像可以這樣 就在那邊排 結果第一個人 他在那邊操作螢幕的時候 他好像是要刷卡 然後付錢 然後第一個就是一個 那個阿姨 比較年紀比較大一點的阿姨 他就在那邊弄很久 然後大概弄了 大概有三分鐘以上 可是因為在外國 其實我們也沒辦法教他 因為我們也其實 等一下也想說排到我們 我們也要研究一下 看怎麼弄這樣 然後他在那邊弄很久 結果後來我後面 第四順位的有一個阿姨 他就衝過去前面 然後就教他 然後我還跟我同事在想說 不錯啊 滿... 因為可能他們是同一個國家的 對 就教他說怎麼弄... 然後就教完之後 然後就有那個 激方櫃就打開了 他那個第一個阿姨就去放了 結果沒想到 第四個阿姨 正常以我們台灣人的觀念 就要再走回去 對 是不是 應該就會排回去 因為你也不是說排很遠 那他就自己 也按了他自己的 盛事就上去了 對 他就按了他自己的 然後他就自己放了 然後我們排... 本來排在第三個 然後後來前面就那一個人 他又按了完之後 然後他又激方櫃 然後到我們的時候 沒有激方櫃 對 我們的老人家也會這樣 我只希望等我 自己老的時候不要這樣 你是不會啦 因為你是因為個頭小 那看起來好像就比較好欺負 但是阿姨你不要忽略她 阿姨是真的 如果有阿姨你都要讓 真的... 阿姨確實 像我們班上這種阿姨 我們都會讓 你不要忽略阿姨 因為阿姨好 阿姨沒有阿姨口袋有鈔票 真的 真的 因為你講這麼一堆 只為了最後的順口溜 沒有 阿姨每一天 阿姨卡里都是錢 對阿姨好一點 我們家...我們公司 我們校室裡面 阿姨這上課完全不流汗 阿姨不想留下遺憾 好啦 聊天一定要聊得那麼悶嗎 不是 這樣不是開心一點 那如果身上出現這些 嘉靈臭 或者有一些味道 我們要吃什麼藥 可以加快我們排毒的速度 其實這個沒有藥 沒有藥喔 對 這沒有藥 我們要先知道 為什麼會有嘉靈臭 就是剛剛... 剛剛讀林哥和大家 其實都講到 你第一個 年紀越來越大 你年紀越來越大之後 你會分泌比較多的油脂 分泌比較多的油脂 年紀大會分泌比較多油脂 對 因為你皮膚保水性 開始變比較差 所以它需要分泌比較多油脂 來保護你的皮膚 所以老人出現乾癢 真的耶 對 對 老人就... 老人就常常出現乾癢 我們還白了 不是 我看白人 你看 你看潘老師 對 對啊 潘老師 所以潘老師他就會擦乳液 因為常常洗完澡 老人就會常常覺得乾癢 為什麼常常老人 都會有那個味道跑出來 因為他們覺得 有時候他不洗澡 比較舒服 那個油脂分泌比較多之後 他覺得我沒有髒啊 對 他自己聞不到味道 然後身體反而是不會癢 對 他不癢 所以他就覺得 我沒有髒 我不要洗 那個油脂 就像剛剛伊利營養師講的 那個油脂在空氣中氧化 它就會有細菌 細菌分解掉 那個味道是二人吸犬的 那個味道 就是大家聞到的那個家齡臭 然後因為我現在開肯定室 我之前就看到 日本的女生 高中女生 他們後來就會比較不喜歡 跟爸爸媽媽在一起 但是最討厭爸爸哪一點的 就是爸爸的味道 爸爸的味道 對 然後後來他們就有一群人 就跟那個伊利營養師 剛剛講的 大家的味道 通通都會在前胸 和你的脖子後面 他就請一整組爸爸 每天都你除了早上洗臉刷牙之外 你順便洗你的脖子耳後 還有你的胸前背後這邊 就是你順便拿毛巾擦一下 就沒有了 一個禮拜之後 就沒有那個味道了 就是他都要叫他女兒去聞 我們胸前什麼也沒有 這樣也會臭 對 他這邊就是會分泌 比較多的油脂出來 年紀大的人還有背後 對 所以現在 現在日本就有出很多 那個有香味的濕紙巾 對 可以給你擦 另外我最近真的看到 一個最神奇的是 他們最近居然拿 抗穴洗髮精來洗 抗穴洗髮精 對 你會有味道的地方 譬如說腋下額後這邊 後來我想了一下 對 真的就會沒有 但是抗穴洗髮精 也可以致汗般 我覺得我後來思考了一下 應該是因為抗穴洗髮精 它裡面有一些 就是比較控油的成分 所以它就不會讓你那個油 一直跑出來 然後演化出那個味道 所以剛好不見 我們最後一次 在哪裏 就放下 在哪裏 我們跳下 我們跳下